请你感受到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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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正好 我叫麦子 贺麦龙 全名 我来自美国 今年23岁 贺麦龙 欢迎你 首先我想说 我爸爸也是光头 然后 一爸也是光头 但是你头比他漂亮多了 真的 谢谢 会夸人 24位女生对贺麦龙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谢谢 谢谢 5号很少的第一轮就灭灯了 什么原因 怎么说呢 我是乌克兰人 他是美国人 我这个天哪 我理解 我理解 然后他23岁 我25岁 没事 我理解 这是明天 看来经常看新闻还是有用的 王静怡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 他选心动女生的时候 直接眼睛看在那边 我想跟我无关 第二个原因是我整整大了你10岁 就有点在调心 好 看第一条片子 大家好 我叫贺麦龙 我的朋友平时叫我麦龙 我是来自加州的富二代 我们家有一个传说 叫最富有的家 有3000个门 我们家有500个 可是现在呢 我是一个北漂 刚来中国的时候 我连车都没有 在美国的时候 我几乎没有走过路 我适应不了 这么样子的生活节奏 我也没有钱 因为我不想把 加州那边所有的钱拿过来 我想靠自己 自己赚钱 直到有一天 我遇到了我的贵人 他就是我现在的老板 而且我最好的朋友 中国有一句话 叫大树地下好乘凉 我们现在在一起 搞公关公司 还有社会媒体 我特别喜欢橄榄球 因为它就像我在北京的生活 只有在激烈碰撞当中 才能产生最后的胜者 我们加州有一句话叫做 铃铛是一场战场 你必须要打斗每一辈子 而永远离开 我也有点没明白 那个话说最富有的那个家 有3000个门 是这么意思 我们在加州不是卖一条别墅 要投资的话 你卖一套房子就是一栋楼 那么你卖一套楼有20个门 那就是我24个门 然后我们家就是有500个门 好厉害 你知道中国那个词 富二代这个词你是明白的 我知道 当时我不太厌你说 但是他就是说 哎 你是老外 没事 没事 反正你听不懂 我们是 导演骗你的 我刚发现了 他的中文非常好 有没有注意到 在近期来的老外当中 这是英语中文说的最好的 王晓菱 你好 我也是来自美国的 那你刚刚VCR里面说 你是富二代的时候 我 它就像我眼睛一样 但是 但是 很大的但是 我很赞 现在很支持就是 你想要自己来赚钱 不花家里的钱 我的前男友也是 就是家里很有钱 然后就我想要 买车子的时候啊 他就发给我的那些建议 我觉得就是我们价值观很不同 所以我 重点就是 我觉得有钱肯定不是缺点 但是钱造成的一些 就是带出来的你的性格 或者态度有可能会是 变成缺点 对对对对对 你来自美国的地方 我来自洛杉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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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杉磯 洛杉磯 好 经常到那里去吃饭 你们这样有意思吗 经不动吧 对 我们听一下好吗 8号 男嘉宾 我觉得你还是非常不错的 作为一个富二代 家里那么有钱 其实真的很少就是 能放下家里所有的一切 养尊处优的生活 然后选择到一个陌生的一个城市 自己靠自己的努力去打拼 是很难做到的 你当时是怎么样一个心情 怎么想的 我要去北京去做一个北漂 当时是怎么样的想法 其实我有一个很好的故事 就是我哥哥 我去找他 他在West Virginia 就是美国的东海 他花了三年 六年还没毕业 但是因为他还有一个分 就是学分也没考到 后来我跟他聊了半天 说为什么怎么不努力学习 他说因为我们是富二代 我不用学习啊 没事没事啊 我会有钱的 然后我跟他说了一句就 我们家的房子 是我们50岁之后 才能拿到这个所有国 然后我跟他说了这句话 他就 什么 没想到他没有钱 必须考自己挣钱 所以我就是那么意思啊 还挺厉害的啊 听起来怎么跟假的似的 就是他哥不知道 然后他知道 然后他一讲他哥就听了 他们家的秘密都跟他说 他们家就多不待见那个哥哥呀 我早就选择这么 这么 这么方向啊 他这么说 我们这么听呗 黄盛南 男嘉宾 男嘉宾你好 我觉得你那个北京话说的还挺好 刚才我听你说没事没事 那个儿化音 对 儿化音 说的还挺好的 谢谢 因为就是我们在北京有的时候 可能比如说那个天气不错 我们会说今儿天不错 就会有的时候加儿化音 但是有的时候有些外国人 然后他们会学的时候 就把一些不需要加儿化音的 他们也会特意加儿化音 然后我会听着怪怪的 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可能下雨这样就不需要 他可能会说下雨儿 然后他会把雨也加 然后说他可能分不太清 什么需要加 什么不需要加 关于儿化音这个事儿 我们看一下大屏幕 来 黄盛南给我们念一下 你怎么拿到的这个 这是你的朋友圈是吧 微信 这是我的英国朋友 他也是中文比我好啊 发生了什么事儿 你把你们的对话念一下 给我们听一下 好 好 好 这上面就是没错啊 他就是说 OK 我不对 然后我念了一句说 什么时候见面 他说 不错啊 我说 我就发现他想跟我斗一会儿 儿 主儿 然后他回答是笑话 嘻嘻 我回答了 我儿 儿 喝 就是你要不要喝酒的意思 然后他回答了 他说二锅头 意思就是他想吃二锅头 二锅头 二锅头 对 然后说好 玩儿俩 就说就咱们俩 对 然后眼眼 意思就是 在哪儿 怎么样 怎么样 然后他说 儿就是 太好了 第一次 你说他要不解释 谁能看懂 他们是在干嘛 哎 你们觉得很开心是吧 对不起 我们的北京话就是那么高地 慢慢来吧 你慢慢来 哎 我给你找一个 发音比较怪怪的老外 3号 男嘉宾好 我是你的邻居 我来自加拿大 来自加拿大 我想说你这个声音真的很嗲啊 你能不能讲一点英文 我想听 你好 你好 你喜欢 你从加拿大 我觉得她这姑娘说英语的时候 正常一点 没错 一旦切换到中文频率的时候 她就切换到志琳姐姐那个频道上去了 开下一条 第一次出电的时候 我很粘忍 她去哪里我都会跟着她 而且 我要是等一分钟 她不回我信息 我会疯狂打电话 发信息 当时我很幼稚 后来她就把我出来了 第二条恋爱 我就是对她一见重情 当时她在北加州 我在南加州 过了半年 她就回到中国 我就是为了她 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 后来呢 她的两只瘦瘦性干没腿 踩到了我这只床 还有另外一只破图号船 然后我们就拜拜了 第三段恋爱 就是一个比我打批碎的东北 她人很秀 她不让我在公公的地方 跟她打上了开玩笑 但是呢 有一次在公公的地方 她把我做了一关 她无敌厉害 所以我就把她踹了 我喜欢乖一点的女孩 所以在未来里 想找一个 又温柔又善良的女孩 还有中文 一定要服务好 你那个对你特别凶的那个女孩 跟你在一起多长时间 五年 五个月 五个月 吓我一跳五年你都能熬得下来 坚持得挺久对吧 我没听明白 你跟那个特别凶的那个女孩 你们在公共场所里边 她是不喜欢跟你在公共场所里边 有些很亲密的举动 还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在公共的地方也会逗她 因为我是爱逗人的一个男孩 然后她都够了 然后揍我一下 她不喜欢这样是吧 她不喜欢你跟她 因为她受不了啊 我也受不了 我在公共的地方被打了 什么叫那个逗她 是跟她那个用言语来开玩笑还是 是开玩笑 就是说话 对 就是说话 不是那种亲密的举动 不是那种是吧 那为什么会这样好奇怪 黄慈禧 哈啰 男嘉宾 我11号 不知道你那个就是对中国文化了解有多少呢 我了解中国话 有一些成语会念出来 但是我还是要慢慢来学习中国茶道 就是食物文化 还有就是那种小说 我开始念了一本书叫《预计不再来》 就是三毛的书 然后我想以后我能够把一本书完全看懂 然后看完一遍 您学的都好高大上啊 那我属于走那种比较就是世俗一点 我喜欢看赵本山小沈阳的小品 我喜欢听郭德纲的相声 你都能懂吗 不太懂啊 不好意思 不懂 不懂 慢慢培养嘛 2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看你谈的三次恋爱 三次恋爱的女朋友都是中国人吗 第一是华人 她是台湾的华人 那你觉得中国女孩和外国女孩有什么区别 我跟外国女孩没有什么经验 没有那么大的经验 就是喜欢过而已 没有谈过恋爱 但是我觉得中国女孩子还是素质好一点 我觉得我们国家的女孩还是比较疯狂爱玩的 就是能懂我的意思吗 好的 谢谢 安娜 我看到你 我突然就想起来两个词 土豪 还有我跟外国男人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觉得我们谈恋爱的时候 他们都根本没有目标 他们都 明白了 明白了 那你觉得你自己是怎么样呢 你自己有没有什么目标 就是想靠自己赚钱 然后就是 除了钱呢 哦 我想回到中国 就是我想做志愿 然后另外一个目标就是成一个家庭 是一个混血家庭 来看朋友开场 现在麦子的中文老师 他是特别聪明 很有幽默感的人 好像会让朋友笑得很开心 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朋友 到两年就学会了中国的中文 中国的所有的东西 中国的饮食 中国的喜欢 我觉得啊 最喜欢的就应该是中国女孩 而且她的脾气很好 我未未常常打她 但是她都不会还手 她在一起不会每天都很开心 我希望你们千万不要错过她 抱张吧 有点遗憾 遗憾 那明明遗憾 谢谢 谢谢 离开的时候 有些话没进口说 再多说 我觉得我今天在台上的表现 但是有点问题就是 我没够具体讲我理想的一个女孩 我想找一个成熟的女孩子 很文明 而且中文 英文都会 我想找一个很爱父母的 很尊重父母的 而且我想找一个有海外经验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